OK 我们的第四盘现在无法胜落后 但看他会不会忙了半年 然后这一次被小凯做掉 小凯这里数蜘蛛 这边也是数蜘蛛 那无法胜刚才那个开局我到现在还没想懂 为什么要先放dv 但是又是速dk的开局 到底是为什么 有点累了 我们每盘都打好久 Ud那战是这样 不过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垃圾时间 就都打得蛮紧凑的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Ni的有网练那战非常少 保护很关键 接收dk 我累也有这样的接收一下 这人房好通 嗯 嗯 一样的开始 这这地图的小动物 我不知道他们 能不能像之前那一盘 就 LR 那盘怎么好找 因为地图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分析建筑学呢 这一次是小凯他 他不是说好的这里放一个建筑吗 不是他这里是后面可能在这里要采开一个能放建筑的位置 因为这里看上去好像有点勉强 这里可以放一个这里可以放一个 看一下500升的建筑学 这里可以放一个建筑 就放屠宰场用 先练小的 先练小的 飞行模式 好的 我跟你们聊一下 电脑好寂寞一段解说 哪里有自行广告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解说是整个YY最正经的 像我这么正经的人 不可能说 有那些 像Fight的那些解说 听说很广告 我们看这链子呢 这里 无法这样是勾出来 然后先把穿尺搞定 那个小凯呢 是先把那个四级的穿尺 就不勾了 直接打 我们看起来 哇 好折腾哦 他还拉回去了 有必要这么残绵吗 分了红绝不露出去侦察 两边的细节都是这样 我们发现 最后呢 速度是小凯快一点 然后 这个 这里是用了 四个骷髅棒 然后五百分钟 就省了一个骷髅棒 而且他这个骷髅棒用的比较慢 这个 不对 快没了 他省了一个骷髅棒 不过自己有点伤 好 好 把你们的 框子光 双清解说 现在 呃 五百分钟是没有上冰塔 然后小凯就上了一个冰塔 两边的开局其实都十分相似 没区别嘛 两个人 搞什么 他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 看宝物位 无法阵已经卖掉了 我看不到 而这一边的话 有一个 闪避 户 哎 有区别了 这个骷髅摸了一下他的师生 欺骗了无法阵的感情 这里呢 无法阵的木头是落后一点点的 看到没有 就是打这一些 少一点木头 多一点 就可能不显示在这里了 但就是差一点点 嗯 小凯已经开始升功了 哎 升了很早 这个移工 打法上是有区别的 打到大蓝 然后我估计也是打到咆哮 哎呀 真的 但也有用 你地边起高一点嘛 三本之前用出来就行了 这不行 卖掉变成一个小蓝 也是拿平 好像被搞的那一边 通常都比较难受 因为那个铺路可以钻进去 然后两个屏幕操作会有点失费 我们两个屏幕解说也有点绝对不爱 那这边就没事了 要DK回去了 要蹭一下光环给他 哇 前面大哥救命啊 吸我 我 没事 看着 然后 这里是五个蜘蛛喷 啊 这里第五个蜘蛛也赶上了 那我们会发现小凯的一公升呢 很快 这个基础攻击力是多了一 然后最高 就伤害的最大值是变成了多了六 如果人品都很烂的话呢 其实一公升还是没有区别 就 如果是全部都打出最低输出的话 这个假设其实不实际了 啊 其实有这个卷轴的话 提前升功好 因为 你那个一公来得快的话 你那个卷轴就用起来就更爽 你们不会现在就想要抢那个大宝 这边就先升了埋地 然后五百针是有本的 而这一边呢 呃 这一次五百针也没有说 党党先放古代场 这两边要抢点 哎 啊 超凯的取比率快哦 两边的DK没什么血 这个力取在后面 哎 刚才没看到 吸一下 抢商店吧 我觉得现在是 有商店的话就有那个无敌 后面拼起来 就不会有那种 顺虚无力的感觉 就不会有那种顺虚无力的感觉 管那么多啊 先埋了 不敌一停 哇 围住了居然 真的围住了 这一次 这样子他本来他会亏一个点的经验 而且亏了一个无敌 现在 干掉了一个蜘蛛呢 就 呃 变回五开了 小凯能能接受 然后他自己 也 能赚回来一点资源 那我反正还是超有钱的 这一盘 为什么这个资源会差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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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两辆车 然后这里就取单面 PK啊 在这里赔 准备要吸一个武器怪 让你的 一取经验值 变少一点 然后再拿一个宝物 这宝物卖掉的话呢 就把那个 100块的 隐身药水的钱赚回来 现在是经验值 宝物 都拿到 哇 这个N也够快的反应 不想再给你 就抢我经验 然后我反正这边的力气 练得很爽 这落后的这一边 我反正就比分落后 我的脚好麻 哎呀 我要拿他帮我 好可爱 然后 放这边 好可爱 好像你不行 算了 这个靠谱一点 哎 嗯 刚才拿了一下那个 靠电 然后就 脱离了比赛的节奏 这是什么世界啊 小凯是来练功兵 绕路来练功兵 无法阵呢 是像下象棋的那个兵呢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这样子 无法阵的炼击 总体效率会高一点 但 如果无法阵的 总体效率会 然后 呃 小凯的话 可以把一些 点先拿到 然后自己 按照他的风格呢 他是不压人口的 他在练自己家门口这些点呢 无法阵再过来抢了 首先他兵出来了 他把点给抢掉 就他能打赢无法阵 然后他再抢多一些点 这样子的经验之后 宝物就领先 那无法阵掌钱的那个打法 可能就会被克制 打到了一个25秒到无敌 那这里的宝物也不烂了 打到了一个重生十字装 可以给自己的三英雄了 因为地区 死掉的话呢 就没输出了 然后给小翔死掉的话呢 就可以 呃 不怕说没捕十字球的效果 然后我们看小凯已经是48 杠60 这里其实500剩给补远口 又拿了一瓶大雪 这里右上角三个大点 都是小凯拿到的 付出的代价呢 是一个毁灭 然后反正把这两个实际盔先拿到 这三个大点 把握都是他 哇哎 伤心病狂 这个大法师如果再被小凯拿到的话 点他们把握的差距就实在太大了 现在本次登场比赛的关键 这边就是右边的那个大法师 小凯是先蹭一点目的 那这里阵型有点烂 然后把这种先先先走 两个人的英雄等级好像是差不多的 但是宝物这边是小凯好 好一点 呃 哇哎 这个小强全部都戳到了 好 戳了一下他干掉了我把这一个蜘蛛 但是他人口就下张比较快了 这一次 头上的两个毁灭是无法正的 好像他是改变了打法 没有说用那种出名要的战术 而小凯是两攻 呃 看怎么办我没干懂 这个虎球是不是刚刚递过来的 宝物 无法正的虎球是在天牛侠身上 好 打到这种英雄PK呢 我们看宝物 两个无敌 小无敌一个冲霜 这个是小凯的 基本不怕死 然后 无法正这一边TP 无敌 超大无敌 而且他英雄没水 那么左边那条龙呢 是 我觉得他可以给小凯 然后他练右边这条龙和大法师 他给小凯的话 他可以拿左边这个 他还是练了两个大法师 现在小凯是往右边走 他没有继续找无法正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一个错误 他其实应该继续跟无法正消耗下去 因为他的攻防是领先的 而且他英雄的那个绑命道具 比无法正要好 这个时候他应该出去跟无法正继续缠着 然后 就我不练 你也不能练 现在就是两个人平分两个红点 那我法正是多一个红点 除非他很倒霉 他再打一个25秒大无敌出来 然后这边出一个大群 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我攻击了两个25秒 那不怪我啊 他这边也是25秒 好多无敌啊 都没有大群补 这个大群补就像金克拉一样 谁都别想要啊 啊 没有 这个大群补爽爆炸啊 这里三个人 对 冰龙 无法正继续做了一个有钱的上班族 一千两百块 哇 有地内战路好多钱的单框 跟着长长狗一样 战阴都不放过 哎 有一辆车 小凯 小凯来 想要抢这大法师 刚才的大战的时候没看清楚 他可能以为 哦 对不起 这个红点是要飞艇才能练的 喂 哇 这个不得了了 我那个版 我那一盘打fly就是练了那个 呃 什么 就是 冰冻碎片 他 不过没操作好 因为fly的那个尖刃乱舞 直接砍死了冰冻碎片 否则其实是有那个吸血方法 那圣骑士不能奶 但是DK可以吸那个怪 也可以打到地狱火 好像会 还有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还有那个大熊怪 恭喜被炸了两个狗 他几点又TP被小强插住 哇 不会这么假的 这一盘前期还满赚了 前中期 这DK还没到5 而且 阵型很 好像 又是像刚才那样 没有优势 啊 不过不怕 我有25秒的大无敌 对面也有 但是他是用了TP回去 这么大的地图 点都基本被 练干净了 好 我觉得现在就看 如果 谁有种 来练这个大典的话 搞不好 会有一个很利 很利天的把握 那这边是很没人心的 干掉一只小梅娘 那兔子来的 这里是 变冰龙 那这一盘 我反正也是相信 女妖 女妖 对冰龙 小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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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秒的乌迪 现在抢乌迪 还有 还有用啊 还是抢一平乌迪 其实这个真的可以搞定卖掉 很多钱了 那他就三平小乌迪 算了 小凯的阴影始终是跟着对手 看着五把手 五把正是他逼了很多钱嘛 然后他是用这个TP 来带一带节奏 然后自己 他确保了他打完这一波TP回去 车子加水加魔 然后他的冰成型 然后他只是想要把小凯逼在家里 首先你不要练大红点 然后呢 我看到如果你在玩我家走的话 我可以拖住你 然后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我再TP回去 他女妖是需要 就 这个车子给他哪一架这个魔法 他冰龙出来就可以用了 两边都没有打算开挂 三公升级好了 发现战鹰 小强这一盘只有两极 这里游戏还有三极 小凯是要进攻 不过这一盘 我觉得他可以小强先冲上去卖 把那个收鸟大物体给他 就是见面的话吃了一轮魔法 然后顶那个大物体 他也不用吸他了 就这样放 没点了 你不用找啊 你们练完了 很谨慎啊 这里都打了 出了真物 这边有真物吗 这边没真物 啊 四哥的女妖是没有大师级的 因为节奏太紧张了 他之前那一盘就是 他的计划流产了 憋得太开心了 然后TP被 不不不不上一盘前一盘 搞错 我把这种担心小凯偷掛 而小凯就四叔有了 在这里又有一个阴影 来了 我还是比较看好女妖 然后这个中物就飞去了 不过这样子呢 无法生的阵型不是很好 不过小凯 还没那么快来 四伸 没了 这里有我把四伸的狗 全部杀干净之后TP呢 超赚 哎 无法生走得好快 杀了两个 嗯 还行 小凯 不是很快 哇 无法生好虚啊 他不敢留太久 我慢慢来吧 这盘没打得这么快 哦 刚才我还多杀一个兵 可能DK就到了 好 严正以待啊 哎哎哎 有看到 哎呀 哎呀 我把自己拉走 不好意思 他把阴影干掉 所以现在到我了 很迷茫啊 两个人都 好了 我看到我了 看到我了 看到我了 乡 床 这里女妖的诅咒就没用了 因为小凯的鬼魅可以去 其实小凯的作战弹会很少 就三个之数 这边有 其实也多不到而已 这里有五个 再三个鬼魅 有六个 我想打平地 没打出来 买炸弹人吗又要 好飞艇 来练双面的矿炎 GO 好的我看到你 这里看你们练出什么 我反正这里 在步步为营了 就是开矿 主矿已经干了 小凯的主矿 已经干了 多多这个宝物 哇 差点死了呗 他现在 这些冰龙鬼魅都在这里 OB 比较强 诶 嘿嘿 没有 下一个 然后家里家 被A 会有点压力 现在无法阵 看不到小凯 知道 他在练大点了 这一个大点的小凯是用了 用光了所有的吸 练到了一个DK的大招 悲剧他没有尸体 他也不回咎了 他现在是 装上飞艇然后 他有TP吗 他逼你回来 然后 那么就 换家 其实戳联山门 卖宝物 哇这有卖宝物 哎呀 没没没没不够钱 他开的话 第2三门 不是很关键 哎 他刚才是不是秒了 一条冰龙 好像是哦 他这TP也值了 不过这里还有一条 正在找 这DK卷轴里可以变 6个14轨 5个14轨 没尸体啊 关键是 你这个太废了吧 怎么给这个宝物啊 练得那么辛苦 眼泪都出来了 因为你别的 都有单位嘛 那个冰冻碎片的话 你可以多一个力球 那个诺瓦 不知道是两极还是一极的 他是近战啊 而且他 他DK可以吸那个 冰冻碎片 呃 要么就熊怪 地狱火都很强 地狱火好像是磨灭 然后熊怪有那个牛头的耳其踩 冲上去踩那一脚 然后 呜呜 来了来了 小强子 插到了 一半 然后我们看 在这种 没有 地形的 肉搏里面呢 这个冰龙啊 死的超快 这位女妖的攻击 其实也克冰龙啊 好像小凯那两条冰龙界面就爆销了 那这里胜部已经分出来了 冰龙在后期不是一个好的鞋子 如果贴近点这个冰龙可以确实 OK 这一波鞋子 那我们 打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 GW 哦 我没有了这个 GW 我之前一直吸错 这一次看不下 总体来讲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质量很高 好 我们 结束 我们下礼拜吧